現在我講講關於住在一個環境 很多扮偶像的情況 邪靈在那個地方就會很活躍 有什麼辦法可以處理呢? 就是我們自己時事深信神的愛 這個信心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覺得邪靈重要 或者很害怕祂 覺得祂贏你 但你有信心耶穌是得勝的 信心是什麼呢? 神做事我放心 我可以放心的 信心其實是放心 我放心,神一定對我好的 那你就一直在家裡 儘量愛神,讚美神,感謝神 又宣告神在愛神,祝福我 那你就會在神的同在 在神的同在的時候 一邊讚美神 感覺到神強烈的同在 你就可以奉耶穌來趕那些邪靈 而且經常在家裡播放詩歌 盡量 又跟著他唱或者心跟著那些詩歌 這樣神的同在就會帶來更大的祝福 將那些邪靈趕走 如果住在那些環境 也有很多人住在那些環境 覺得那些邪靈的壓迫感 那些邪靈的壓迫感 但是深信耶穌是得勝的 這是很重要的 深信耶穌是得勝 我們趕邪靈也是一樣的 如果心一邊怕,一邊很悶,很毅 但是又覺得神都幫不了,很辛苦 這樣的時候就很難趕得走 但如果你說耶穌一定得勝 耶穌已經得勝 已經潛踏蛇龍蝶子 已經得勝有餘的 我們生活都是一樣的 什麼人的困難 我們都不要覺得很慘很慘很慘 而是經常都深信 神是得勝的 所以耶穌一定幫我在這些事上得勝 事時都是一個信心的狀況和親近神 信心的狀況就是不要憂慮,不要擔心 深信神一定幫我們,神一定陪著我們 有什麼困難呢?不要想得那麼大 其實我們試過和人趕邪靈都很嚴重 都一樣趕到的 就是我們相信神的得勝就自然可以趕得到 而趕邪靈,除了我們這個信心和親近神 另外一件事就是處理生命 例如裡面有些煩惱、猛疹、怒吵、憂慮、憂慮 不開心 因為人的緣故不開心 就會不走 或者有罪 他會拔著那些罪 拔著那些負面的東西 他會拔著不肯走 當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緊,人家說什麼話 不會害到我的 我不用被他影響 當我們時時都這樣深信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影響 因為被人影響的情緒 所以邪靈就會拿著這些東西,不走 經常都說 一定有盼望,有改善 感謝耶穌 雖然有時候也有困難 感謝耶穌 耶穌已經改善 一定會繼續幫我的 這些信心是很重要的 環境困難 我們就不要說很慘 因為神可以叫我們在困難的環境 都有喜樂和平安 人對我們不好 也不用介意 因為神愛我們就足夠 當然有人愛最好 有時候周圍的人 你可能唯一找到愛的地方 在教會裡面 在基督徒中間可以找到愛 有些人對你沒有愛心 你就放手 但你對他好 但不期望那麼多 不期望那麼多 你知道他們都有問題 有軟弱 所以他們未必會對我們好 所以心就不會失望 失望就會很辛苦 失望就會有罪 有失望 不開心 那些邪念不得釋放 而且整個人都不開心 每天都告訴我 我有很多原因開心 我有衣有食 有神 為我預備救恩 我又可以去到天堂 我有神照顧我 什麼都可以開心 全部都是正面的想法 人就會正面 人都會健康 當人不開心 那些思想又不通暢 心又不通暢 整個人都好像毅住 當人毅住的時候 他健康又不好 神的靈魅都不能給他自由 因為他不開放 但當他開放的時候 沒有問題的 不要緊的 被人罵 不要緊的 別人說什麼負面 不要緊的 那你整天都想著 神的愛 人就會鬆軟 就會開心 還有有信心 可以得勝的 什麼困難都好 我可以越來越有信心 越來越交往的 越來越睡得好 放鬆的人 越放鬆就越睡得好 好可怕 被你梅欺 你問我